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大刘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家常菜 苦瓜煎蛋 按照这个做法 苦瓜脆嫩吃的不苦 摄像味俱全含营养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先去掉苦瓜的头尾 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四等份 用勺子去掉瓜囊 然后切成薄片 煎蛋的苦瓜可以切的薄一点 装盘备用 红辣椒半个 切成辣椒丁作为配色 锅里水烧开 加一点植物油 这样苦瓜颜色更绿 加食盐入味 倒入苦瓜辣椒焯水 苦瓜一熟 焯半分钟即可 然后捞起过凉水备用 碗里打三个鸡蛋 加食盐 白胡椒粉 打成鸡蛋液 然后倒在泥干水分的苦瓜上 搅拌均匀 热锅放油 先烧热后制一下锅 倒掉热油后重新加油 倒入苦瓜鸡蛋 转小火 将苦瓜分布均匀 在鸡蛋定型后 转动锅以免煎糊 小火煎两分钟左右 翻面 同样转动锅使其受热均匀 两面都煎至金黄后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苦瓜煎鸡蛋就做好了 一道不错的下饭菜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见